畫面中所看到的就是中午左右宜蘭地區風強雨大的情形 根據宜蘭氣象站表示 宜蘭地區受杜蘇瑞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将会带来300至600毫米的降雨量 请乡亲要特别注意 好 明天白天就讲 明天白天 海边还是会有强风跟那个长浪 我们顺便呼吁一下不要到海边去玩 不要去海边玩 游客艇 附近海边 因为有长浪 还有长风 怕海边的话可能 如果有长浪发生的话 消炮烟 就长浪 所有长浪 如果累移来就是我们想说有风火浪一样 那这会很大 所以如果你在那边的话 危险发生 尽量不要到海边去 当山区 另外 县政府为了防止外围環流造成灾情 水地支援处从昨天就开始进行整备 除了在各乡镇预先部署 46台移动式抽水机之外 县内28座抽水机也完成待命 县政府那么特别针对 因应这次颱风的整个防汛的整备 做好了整个部署的工作 那么其中在全宜安县各乡镇 那么也先做了预部 46台的大型移动式抽水机的一个预部 那除此之外 那整个宜安县的28座的抽水站 在油料跟相关机组设备的软机 都已经完成待命 那再来就是在雨水下水道的部分 那在整个下水道的清淤的部分 那平常都在做各乡镇工作已做好的准备 那么最后在山坡地的部分 随着保持相关的自主防在社区 那整个整个整备的工作 都大致都已经完成 完成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给大家看 赖福新采访报道 好 谢谢 我给大家看